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潘大好,我是大宽,上海本机的节目 因为马上要到复活节了 通常来讲,复活节之前的市场会稍微有点平淡 上周新清卖率是65% 我觉得可能这周上拍的物业会更多 那么我上周是在新的上北看法 看了几套印象比较深刻的两套 一套是这个巴烧Burns Road 王仑岗 看完之后觉得地势啊,房型啊,框架啊 还都不错,建议价520万 在昨天也是以557万5千澳币的价钱卖掉 另外一套印象比较深刻呢 是在这个Westbrook Avenue 王仑岗 房子我看完之后就觉得 这个业主应该是非常懂华人 没有什么槽点,户型什么都挺好 来看房子呢,估计有85%以上都是华人 房子建议价是6% 咱们看看它最后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段位 这个上周有两套房子的拍场卖的非常离谱 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咱们就着重来说一下 那第一套物业是位于新的上尾区Kilaro 这套房子呢,占地是1083平 内部367平 五房三位三车位 那么上周用事34天 以660万WB的价钱拍场首数 这套房子呢,是一套单层的物业 后院朝东北 当时的建议价应该是在500万左右 首先呢,这套物业是位于Kilaro的西侧 我没有记错的话 Kilaro西侧的罗汪的记录 应该是一套全新推导重建带网球场的 也是在1000万左右 那这套物业呢,它是3号Prince Street 那么1号Prince Street 在它同街同侧 2022年买入价钱是500万 我把这个图片和胡雄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房子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吧 就是因为它对面呢,就是Kilaro的高尔夫球场 房宽呢,是12.5米 当然这个价钱我个人觉得是高了一点 第二套物业更夸张 好,位于新的下北区Karsoco 这套房子呢,占地是1954 内部126平 三房两位两车位 也是一套单层的house 那么上周呢,用事仅仅24天 以904万欧币的价钱拍场收出 而建一价呢,是625万欧币 Karsoco这个区呢,是一个半岛区 这楼王大家可能知道 中国那个导演陈思诚买的 当时那套房子是2000多万 2250,9000多匹 除了那套之外呢,就地没有这么大 就Karsoco这个 我记得我很多很多年前写看房日记的时候 我就说,我说你要在这住 你两口子晚上吵架 你老婆说我走了 你说你走吧 他一会儿就得回来 因为就特别黑嘛 尤其是他整个那个半岛啊 他和别的半岛不一样 他那个半岛是被树木包围的 也就是说你就算是一线水景的街 你看出去的景观也会非常的一般 像这套物业呢,单层的House 它如果不加建的话 我觉得它的景观会非常的average 那同街呢 两年前有一个占地比较小一点的 是一套相对来讲新很多的物业 这套房子建一家呢是625万 所以这房子抄 底价抄的也非常的厉害 OK,说完两个拍摆的物业呢 我们最后说一个大单 是位于新上东的Santaniel Park 这套House呢,占地是835平 五房七位七车位 上中用事仅仅15天 以2280万欧币的价钱 排钱售出 而在19年11月买入价钱是800万 你从这个价钱也能看出来 这个房子是做过翻新的 那我上一期的看房日记呢 我找了一套上北的heritage 我说这个heritage的一些局限性 翻新需要很大的一个成本 那这套房子呢 就是把翻新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我觉得房子翻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端 大气上档次 那我们简单来说两句吧 那首先先讲这个区域 这个Santaniel Park呢 它这个区域 80%以上的土地是被这个公园占据的 所以它留给House的占地呢 并不是很多 多数的House都是在这个Santaniel Park的西侧 也就是Long Road 这个Long Road 我觉得很多朋友如果开车去东区 可能都会路过啊 你从那隧道出来之后 你有可能要过Long Road之后 才会上Oxford Street 所以说这条街呢 也算是一个小主街 房子的优点呢 就是首先这房子 顶级的翻新 顶级的用料啊 设计是这个 Wear Phillips Architects 是专门做这个 heritage翻新的这个设计公司 我看了它网站上还有一套物业呢 是没有那么贵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heritage 翻新前翻新后这个样子 是完全不一样啊 应该是在一个 四五百万段位的一个房子 你看这个面貌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就说明 这种房子它翻完之后 它不会像上北那种物业 就是说你家法师啊 我家也是法师 它不会有这种冲突啊 就是一个是一个 这种房子它面对的人群虽然窄 但如果喜欢的话 会非常的中意 第二点呢就是说 这个房子的占地呢是非常平整 同街呢Long Road的同街 两年前有一套房子 也是两千多万卖掉 就这种房子来讲呢 咱说实话呢 就如果是我的话 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的 第一点呢如果我有两千万的话 我可能对于这个房子的景观 会有一定的要求 第二点 这套卖掉的房子的 房子的正对面 是对着一个大树 就有些客人是非常介意的 第三点 这个房子的后院的斜对面 是有一个高层功率 就是它可以看到你家的院子 你隐私性一般 第四点呢 因为这个Saturn Team Pub 它的所在的位置呢是相对来讲 离市中心比较近的 你像这个新建堂就暗联球场啊 一到有比赛的时候 你在门口停个车 非常的费劲 在那牛怕口就更不用说了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 这种房子它里面的太多的设计感了 我个人觉得设计的大意 是感觉没有设计 回家 还挺累的是吧 人家可能财务自由 人不累 回家挺累的啊 一看这家里 各种颜色的跳跃 我会觉得有点乱 我更喜欢看过去 是有一种 让人平静的那种颜色的配搭 那可能说明咱还年轻吧 Kolau这个说呢 这周末的拍卖会非常的考验市场 其实呢就是说 上货量比较多呗 比较考验买家的需求 通常来讲 这个复活节之前的市场 也不会再热闹许多了 所以呢 如果这段时间大家绷得比较紧呢 正好也赶到快放假 也可以稍微自己轻松一下 好吗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